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呢又见面了 今天呢又是美好的一天 咱们努力学习 这个这一节啊 我们的主题呢 是学习LVM这么一门技术 说话说这个LVM嘛 我们呢得先回顾一下 Linux的磁盘管理技术 说是这个服务器上的磁盘管理啊 我们是不是通过Rate的这个磁盘 正列技术啊 能够干嘛呢 提高硬盘的读写效率 以及什么呢 数据的安全性 是这个样子吧 我们可以用Rate的1提速 用Rate的0来提升读写的速度 用Rate的1呢 保证数据的备份安全性 并且可以用Rate的1加0 Rate的10去实现 同时保证了速度 以及数据安全性的一个作用 这是Rate的技术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啊 是你的两块磁盘 搭建了Rate的用 没毛病 那在后期啊 你的磁盘容量不够了 你得怎么办呢 你是不是得删掉这个Rate 重新配置 买一块新的硬盘 各种各样的操作 还得重启机器 才能够重新添加这个Rate啊 非常麻烦 哎 那意思就是说呀 当你配置好Rate之后呀 磁盘的容量就被决定了 来 备注一下 Rate的缺点 在于什么呢 当你配置好了Rate的 磁盘正列组 这个容量的大小啊 已经是限定死了 是不是限定了 然后呢 如果你存储的业务非常多 好比你是一个web服务器啊 把用户的资料给他上盘 下载出来存在本地 又比如你是一个数据库服务器啊 那你的数据大量 一直一直在写入 那你的磁盘存储呀 就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啊 叫做磁盘容量不够用的问题 就会出现 那这个时候呢 你想要扩容磁盘的空间 就会非常通苦 麻烦 这是Rate的一个特点啊 那并且Rate还会有什么问题呢 不同的磁盘分区 这个相对都是独立的 没有任何的联系 并且呢 可能空间利用率很低 你想啊 好比是咱们的这个Windows吧 因为Linux比较隐晦 难懂是吧 咱们好比Windows的C盘 然后呢 D盘 E盘 然后呢 C盘里边咱们一般是安装操作系统 是吧 简单的装一些软件 好比这些三个盘呢 它是50G 它呢 是350G 那这加起来多大了呀 是400个G 咱们呢 再给它涨一个100G 就代表我们是500G的硬盘呗 那 系统盘好比是50个G 这个磁盘呢 它放的东西多 比较大嘛 我放游戏啦 各种各样的软件 放的挺多 那这100个G E盘呢 我呢 放一些少量的数据 然后这个 来 简单画一画啊 有可能啊 你想 C盘 D盘 E盘 是不是没有任何联系啊 我东西放在E盘 只能来E盘去找 那这E盘100个G 我呢 可能只放了 几个G的大小数据 非常浪费空间 这代表 不同的 分区之间容量啊 相对独立 利用率可能会很低 第二个呢 叫做 如果某一个分区满了 叫做 默认磁盘管理 是无法直接破容的 只能怎么着呢 重新的分区 重新分配 容量大小 创建文件系统 很是麻烦 就好比咱们刚才 画的这张图呀 你想 这个 C盘 D盘 E盘 那 我C盘 假设我一般不往里边写 如果我这E盘呀 D盘 一下子满了 满了之后呢 这个盘呢 还剩下大把的空间 没法用的 还没用的 那你想 我怎么去扩容 D盘的空间啊 我只能怎么着呢 把它们 重新进行分区 容量汇总到一起 然后呢 再给它均匀的 分配一个比例 但是呢 那我这一堆数据 往哪放呀 我是不是得 再拿一个硬盘 拷贝数据 备份一下 再重新对它进行分区 是不是特别麻烦 且痛苦呀 好的 并且呢 如果你要合并分区 还是得 重新这个格式化 磁盘分区 还得进行数据 备份 麻烦 因此啊 普通的磁盘管理 这么多问题 就引入了 LVM 这么一门技术 它叫做什么呢 叫做 Logical Value Manager 什么意思呢 叫做 逻辑 券 管理技术 这个逻辑 券管理技术 非常有意思 咱们来总结一下它是什么意思啊 LVM技术呢 它是将一个或者多个硬盘 怎么着 怎么着呢 在逻辑上 进行了 合并啊 相当于一个大的硬盘去使用 然后呢 当你的这个硬盘空间不够了的话 可以怎么着呢 可以直接去其他硬盘中啊 拿来 容量去使用 这个呀 就是 这就是一个动态的磁盘 容量 管理技术 哎 你想 这个东西啊 就很有意思了 我的空间不够了 我呢 可以去别人的拿来一点空间 我不需要重新格式化文件系统 怎么怎么着的 直接拿来扩容一下 就能用 这个就非常方便了 LVM相对于 普通的磁盘分区管理 有较大的灵活性 当一个磁盘空间不够了 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 OK 那我们在这呢 来画一张图 让咱们各位啊 理解一下 LVM是个什么概念 来 咱们以这么一块区域啊 来 看一下 图解LVM 怎么操作呢 咱们先画 三小硬盘 这就好比什么呢 磁盘一 磁盘二 磁盘三 我买来三块磁盘啊 它的空间大小是一样的 请无视我 我的这个化工 我怎么招呢 如果我不对它做任何的事 它是不是独立的三块硬盘 然后呢 我现在这么招 把这三块硬盘啊 给它 它们所有的容量啊 集中到一起 啊 生成一个什么呢 叫做 汇总容量磁盘的总容量 添加为 什么概念呢 叫做 value group 叫做 逻辑 卷主 的概念 啊 就是 我们把它 所有的总容量啊 给它抽象成一种 叫做 逻辑卷主 的概念 也就是 所有 磁盘的总容量 在这儿了 然后呢 我们要 再来给它做一件事 把这个总容量啊 给它分为 分为几个区 好比呢 我分为第一个 分区一 再来一个 分区二 我给它分为两个区 哎 那这总容量啊 我分给了两个区 剩下来这些空间啊 我先不用啊 叫做 剩余 空间留着 不用 这是不是可以 是可以的 留着不用 然后我们干嘛呢 来 再往底下操作 这个剩余空间留着干嘛呢 啊 咱们背入一下 这些剩余的空间 用于当分区一 或者分区二 容量不足的时候 直接拿来 剩余空间 进行 扩容 实现动态的 分区 扩容 哎 这个东西啊 LVM的作用 就是如下 把所有磁盘的空间 汇总到一个地方 叫做VG Value Group 逻辑卷组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总的 容量里边啊 再来进行 分区一二 然后给它分配大小 剩余空间呢 我可以全部给它分配了 也可以留着不用 哎 那这个时候呢 当我整个的磁盘组 数据不够用的话 我呢 可以直接买来一块硬盘 叫做LVM扩容 一 买来新硬盘 二 加入 再次加入 卷组 我们买来一块硬盘 好比在这 叫做磁盘 四 买来的时候呢 哎 往里边加 加完了之后呀 这整个空间啊 就在这个卷组当中了 又可以分配给 这些人去用了 能不能行 这是LVM的一个图解 来 那我们 背注一下 基于 叫做LVM的使用方式 第一种啊 叫做基于分区形式 创建 LVM 我们呢 是这么一个含义 硬盘的多个分区 由 LVM统一 进行管理为 卷组 好 可以弹性的调整 卷组大小 加入新硬盘 可以充分的利用 四盘容量 好 第二个概念呢 叫做这个文件系统啊 是创建 在逻辑券上的 逻辑券 可以根据需求 改变大小 当然了 这个总容量啊 控制在 卷组中 OK 这是基于分区形式 创建LVM 我们还可以干嘛呢 基于硬盘 创建LVM 就是 多块 硬盘 做成 逻辑券 然后呢 将整个逻辑 卷 统一管理 对 剩余 对分区 进行 动态的 扩容 一种是 针对多个硬盘 直接做成LVM 对分区 进行动态 扩容的管理 一种呢 是把 部分的分区啊 创建为LVM 进行一个 动态管理 这是两种使用形式啊 然后呢 在这儿 我们要学习 一别LVM的 常见名词 只要记住了 这些名词啊 对于LVM的理解 就很简单了啊 第一个叫做 PP 当然不是 某某PP啊 它呢 叫做 Physical Partition P-H-Y-S-I-C-E-R Partition Partition P-A-T 两个 它叫做什么呢 物理分区啊 是LVM 直接 创建在 物理分区 之上 这是第一个 PP 第二个呢 叫做 PV 啊 还是一样的 Physical Value P-H-Y-S-I-C-E-R Physical Value 代表什么呢 逻辑卷啊 哦 应该叫做物理卷 Physical 叫做物理的意思啊 物理卷啊 是 是处于 LVM的 最底层啊 一般呢 一个 PV 就是一个物理件 对应 一个 PP 啊 就是 一个物理件 对应一个 物理分区 好 就是PP PV 再来一个 PE 啊 叫做 Physical 它是什么作用呢 叫做 物理区域啊 是 PV啊 这个物理卷中 可以用于 分配的 最小 存储单位 啊 然后呢 同一个 VG 也就是卷组中啊 所有的 PV 中的 PV PE 大小 相同 啊 例如 这个 一兆啊 例如 两兆 好 知道了 这仨核心的 名词 再来看一下 VG的概念 VG的概念 叫做什么呢 Value Group 也就是 卷组的含义 啊 卷组呢 创建在 PV 直上 可以 划分为 多个 PV 这是VG 再来看一个 LE 啊 它代表 Logical Extensive 啊 Logical Extensive 是什么作用呢 叫做 逻辑 扩展 单元 它的作用呢 是 LE 是组成 啊 LV的 基本 单元 基本 单元 一个 一个LE呢 对应了 一个PE 这个 是 逻辑扩展 单元 我们再来看一个名词 叫LV 是最后一个单词了啊 Logical Value 它呢 是 逻辑 逻辑卷的概念 创建在 危机之上 是一个可以动态 扩容的分区概念 好 这些个单词啊 听得特别晕乎啊 觉得很抽象 很难理解 来 我们画一张图 咱们去理解 叫做 LVM 图解 名词图解 怎么操作呢 我们 回想一下 刚才这几张 这几个名词啊 首先啊 最底层的 是什么呀 处于LVM的最底层 是不是一个PV啊 PV之上呢 又是一个PP 它是物理分区啊 所以呢 咱们可以这么画 是 PP 叫做 物理分区啊 PP PP可能会多个 因为我们会有多个分区嘛 是不是这意思呀 咱们怎么分区呢 怎么放上去 好 三个物理分区 那在物理分区之上呢 我们就是开始创建 LVM了 物理分区之上 创建LVM 这LVM有哪些呢 PP之上 PP是物理分区 之上呢 就是物理券 第一个点 叫物理券 每一个分 PP物理分区啊 都会有一个物理券 好 那再来看 说是在PV之上呀 是不是又有PE呢 物理券之上 有一个物理区域 有一个物理区域 它是正如划件 存储数据的一个单元 叫做PE PE叫做物理区域 也就是PV之上呀 是PE 这每一个物理券 这每一个物理券呢 上面都会有多个PE啊 PE PE 好的 那在这个物理区域 那在这个物理区域之上 又有什么呢 就是创建卷组了 我们呀 是把这俩货 统一 通过什么呢 VG 逻辑卷组管理 那 在这个 简而言之啊 VG逻辑卷组中啊 就是我所有的物理硬盘 它的一个总容量 VG逻辑卷组 在逻辑卷组之上呢 我们又是来 叫做 逻辑卷组上 创建LV 好 就是一个逻辑卷啊 逻辑卷 那LV逻辑卷呢 它又是有一个逻辑扩展单元 叫做LE 因此呢 这里啊 会有多个LE啊 LE LE 好 LE LE 因为我们这写了三个物理分区嘛 所以这就有三个LE 好 那你要知道 LE呢 只是一个物理 LE只是一个逻辑扩展单元 它呢 其实构成了LV 啊 这是一个LV 两个 好 三个LV 简而言之 我们会做这两件事 一是创建卷组 二是创建LV 创建这两个 第三个步骤呢 就是会在这里啊 生成一个文件系统 好 每一个人都会格式化一个文件系统 这张图就是我们的一个LVM的分区原理图 好 咱们在这呢 再来背读一个LVM的原理 它是什么样的道理呢 LVM啊 动态破容大小 其实就是通过互相交换一个什么的物理区域单元 叫做PE 互相交换P1的过程啊 达到能够弹性或容分区大小 第二个呢 叫做 想要减少空间容量 就是剔除P1的大小 想要扩大容量 就是把其他的PE添加到自己的LV当中 好 第三个叫做PE默认大小 一般都是四兆 叫做LVM呢 最多是可以创建出这个6553 65534个P1 因此呢 LVM啊 65534乘以4的话 最大的VG 顺组单位是256G 好 那这个PE呢 其实是LVM最小的存储单位 它就类似于什么呢 类似于操作系统的block一样 block是多大呀 是不是默认是4K啊 好 这个呢 再来看最后一个 LV 逻辑 券的概念啊 我们就给它理解为什么呢 理解为 普通的分区概念 也就是DV啦 SDA DV SDB 好 介绍了这些 我们就是明确 LVM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它呢 是把多块硬盘 组成一个VG逻辑卷组 物理卷组 在这个卷组里边呢 进行创建LV逻辑卷 我们最终使用的是LV逻辑卷 好 这是它的一个原理 我们呢 待会儿再来进行试操 我好 好 谢谢观看